很多台湾人爱吃牛肉面 其实外国的游客也很疯呢 五星期饭店就看准了这股商机 推出了牛肉面的冷冻包 第一个销量3000盒 另外还有一家酒店 四年前就推出了冷冻牛肉面 销售的数字翻了四倍 也因为这个2015年国内冷冻商品 总产值高达621亿 全世界是高局第15名 所以网购业者纷纷抢尽 熬煮汤头 软嫩牛肉再煮滚Q弹面条 好吃的牛肉面就能端上桌 一开盖响起逼人 这碗倒地川威牛肉面 其实是五星级饭店 新推出的冷冻牛肉面包 为了让味道不输给现主的 不只是汤头 得用牛大骨和老母鸡炖上8小时 还得加上密质酱料 还原到真实的牛肉面的时候 它是可以怀疑跟我们现主的那种 真实度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几以上 我们评估过台湾一年的冷冻食品 总产值大有620亿台币左右 那平均每一位国人 大概一年可以吃掉16公斤的 这样的一个冷冻食品 所以我们评估过这样的商机 非常的好 包装包不停 一个月就卖出3000盒 就是看准冷冻食品商机 另一家酒店更早在四年前 就推出冷冻牛肉面 清炖汤头搭配牛腱和炒菇 中西河壁 不只是台湾拓点更进军海外 让这几年销量成长超过四倍 不只饭店 长盛军的这家牛肉面 也广受上班族欢迎 比一比两家饭店 各推出两款品项 而团购的牛肉面 有六种可选择 价钱比较便宜 台湾人爱吃牛肉面 不管年节送礼 还是买回家煮 冷冻食品保存方便 也让各家餐饮纷纷插起抢尽 就照顾风扬 调报道